获得网友票选新好奶爸台湾第一名的李里人将在暑假期间首度跨界参与儿童偶聚的配音工作 有别于过去八点档爱憎分明的演出 虽然只能以声音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 但李里人声调多变的口气 让录音师也大赞生动有趣 被老婆桃子戏称大小孩的李里人 第一次与儿童偶聚主角超能小队里的五只大人偶 在录音室里跳起动感暖身操 李里人平时就喜欢说故事 也喜欢陪小孩看卡通 其实跟小朋友讲话其实没那么容易 你必须要用声音表情去引导他们 不能像你平常我们大人对话这种声音 不然小朋友会提不起兴趣 所以你可能要用一些比较夸张的声音 带着新好奶爸的光环 李里人说喜欢这出谈论勇气的冒险故事 希望我小孩今天刚刚的长大 然后给他一个开心的环境 然后最主要就是符合这一次儿童剧场的主题 要给小孩勇气 因为小孩有勇气的话 我觉得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勇敢去面对 不逃避 ulk环境 1